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留位卫视 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 美国政府不分关闭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受此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 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和东亚峰会 美国由外交政策专家认为 奥巴马取消亚洲之行对亚洲国家是一个警醒 美国无法完全致力于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国际扩并基金组织担心 如果美国不能如期的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将再次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作为美国政府最大债权国的中国 本星期首次对美国债务上限做出评论 北京敦促华盛顿采取果断措施 避免债务危机保障中国投资的安全 那么美国两党因预算争执而导致的政治僵局 如果不能及时地打破 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实力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 第一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万宁博士 另外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 张曼丽博士是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 另外一位是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教授王建伟博士 欢迎三位博士 第一个问题就先请王建伟博士来谈一谈 刚才我们就谈到这个政府美国政府关闭现在进入第二周了 那么现在又面临这个债务违约 现在有很多华盛顿这边的一些外交专家就担心 说美国现在所面临这些情况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外交实力和经济实力 您是怎么看的建伟博士 我想在短期来说 当然是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你看这个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 奥巴马总统缺席 那么死人不仅联想起就是在小布什时代 小布什也几次缺席在东亚的峰会 那么当时因为美国政府就是忙于两场战争 那么就是忽略了亚太地区 那么奥巴马上台以后就要想要纠正美国的小布什的战略错误 那么就想重返亚太 那么现在他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短期来讲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在辞职的方面来看的话 当然譬如说他政府关闭以后 那么也影响了美国和盟国的关系 譬如说最近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取消和日本原来预定的军事演习 但是我想从短期来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它影响说得过于严重 那么从长远来讲的话 美国还是有能力在亚太地区保持它的存在 那么现在是影响了 我想大部分可能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或者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影响 是不是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我们还得看 好 接下来我想请同一个问题 万明教授 乔治梅森大学万明教授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现在目前美国这种情况是否是虚弱了美国的外交实力呢 这当然对这个美国外交有这个负面影响 不光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另外呢因为那个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呢 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 那么这个政府运作上出现问题呢 短期内可能解决不了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呢就是说出现这种类似于这种 政府关门的这种情况呢会持续出现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对这个美国的政府运作能力和这个财政能力 会在其他国家中产生疑问 但是呢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 如果中国认为呢它有很大的机会的话呢 那也是会是一种误度 因为虽然可以看到呢 就是美国现在的主要经历是在中东问题 反恐这个战争问题 但如果在亚洲问题出现更大情况下呢 就是美国还是有能力呢 就是说把他的这个资源呢 转移到亚太地区了 对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个美国这几年来 就是把这个重心要回到亚洲身上 亚洲地区上面 那当然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作为啊 跟这个可以说是动作啊 有一些大家都在探讨当中 但这一次呢 刚刚两位教授谈到了 就是说本期来看呢 可能这个美国因为这个 债务危机的这个忧虑啦 或者是政府关闭的影响啊 可能短期间会有点影响 但长期可能不会有那么严重影响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现在 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 比方说中东问题上 特别是像这阵子叙利亚的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个解除上面啊 花了很大的精力跟这个注意力 同时在反恐问题上也花了很多的力气跟金钱啊 跟精神 所以呢 是不是在美国这个重返亚洲的这个策略上面 美国是有点的好像顾不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王建伟教授您来谈谈 您怎么看这个这样的说法呢 我想那这个最近的一些这个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些问题啊 确实表明就是说 美国要重返亚太啊 确实是有点这个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 那么这个从这个最近这个美国国内在一系列问题上 奥巴马总统他不能完全执掌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牛耳 那么有点提早变成一个所谓的Lambduck的拨角总统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美国这个在这个外交事务当中幸运呢 我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美国重返亚太呢 有时候这个说的比做的容易了 你说可以说 但是你要实际真正在各个方面就都重返亚太的话呢 那么还是也需要这个更多的资源 那么在这方面呢 这个因为这个财务财政的危机 因为这个债务的危机呢 那我想呢 这个美国可能就是不像那个中国那样 可以动辄就是提出来援助多少 那么手里面有这个很多的外汇储备 那这方面呢 我想是他有点底气不足 这我想的这个也是必须承认的 当然美国还是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如果说这个这个地区有什么某种事变发生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还是因为这亚太地区总的来说还相对平稳 所以呢 美国虽然重返亚太呢 他也不需要这个做出很大的动作 那么相反的在中东阿拉伯事件呢 这个危机不断 所以呢 他的主要的经历呢 可能虽然是这个整个战略还是要重返亚太 但是呢在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当中 他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蓄力啊问题 那么还有这个其他一些恐怖袭击这样的问题上 好 接下来是一个经济 从我们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张曼玲博士来谈一谈你的看法 就是现在的我们都知道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政府 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 那么面临的是10月17号的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这个问题 那么最近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了 如果美国不能够及时的达成协议来解决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那么美国的这个预算问题会拖累全球经济 你是怎么看的 有这么严重吗 如果说不能这个就是比较尽快的这个提高这个债务上限啊 那么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那个主权债务违约 那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用非常普通的这种话语 那就是说类似就是不偿还债务 就是类似有些像破产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那个美国的主权债务这个信用评级一定会下来 那么2011年就是标准普尔市已经就是把美国的这个3A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已经调到2A 通常这个债务信用危机信用级别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还债的能力上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一个是还债的意愿上 那么如果说你主权债务违约 那么直接会影响这两个 那么信用这个评级一定会下来 那么如果下来的话 可能还没有真正下来的时候 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 可能从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会危及世界经济 一个是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 那么美国现在经济复苏势头已经比较缓慢 那么如果是最坏的情况出现 一定会这种减缓这种美国经济这种缓慢的复苏势头 甚至会造成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可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如果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的话 会对世界上金融信贷和外汇市场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就像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他总裁说的 那么金融市场信贷市场 马上会出现紧缩的现象 那么甚至出现这种冻结的现象 那么美元一定会贬值 他因为美元他代表的这个 他代表最后的这个信用这个级别 一定会下降 所以美元一定会贬值 那么同时呢 美国的利率一定会升高 那么在美国在借钱的时候 他会面临比较高的利率 那么这种在金融外汇 以及信贷市场出现的这种情况 一定会殃及世界经济 那么可能会出现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这么说 可能会出现2008年 我们看到的这种信贷金融危机 甚至于可能还要比2008年出现的情况 更加恶劣 所以说我同意这种说法 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及时决决 一定会影响世界经济 从经济以及金融市场上 一定会影响世界经济 接下来还是请曼里博士来谈一下 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星期一 中国是首次对美国的债务上限这个问题发表情论了 那么中国的官员就说来敦促 敦促华盛顿 是要采取果断措施来避免这个债务危机 来保障中国的投资的安全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的债权国 那么第二是日本 这是外国债权国了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违约的这种状况 美国出现违约的状况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债权国 这些外国包括日本等等 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 中国这样所谓的最大的债权国 对美国所施加的这种压力又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这个当然他需要敲打美国 因为他要担心他对美国借款 那这个对中国打击一定是非常大 一方面当然就说是中国是借了很多钱 另外一方面呢 就如果这个美元贬值的话呢 因为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是用美元来计算 那就说从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呢 中国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影响 这个依赖也非常的大 如果这个全球又进入一次经济衰退的话 我想这次打击的会比那个 相对的会比那个2008年更要严重 那么就说如果说中国对美国有多少影响 从一方面你可以讲呢 他这个借了很多钱的话呢 这个债权国有一定的这个能力 但从另一方面讲呢 如果你借的钱太多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借钱的人 有相对的这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博弈上的 他就是说他有很大双钱 因为你会担心呢 他会出事 因为你会担心你这个钱的安全 从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就说呢 实际上中国这个借钱对美国来说呢 还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美国经济大概是15万亿 每年或者16万亿的样子 那么就说他如果说说要还钱的话 他能力是有的 所以说他不在这个情况 他不会担心呢 就是说债权国呢 对他呢在政策上施加压力 他现在很大问题就是这个医院上的问题 和这个国内政治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请这是刚才外名教授 谈了一下他的看法 曼丽博士你的看法呢 就是从总的来说哈 就是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 三分之一是投入到美国的这个 所谓主权债务这个市场上 那么大概是有1.4个万亿 那么如果说 美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 那么马上会面临的问题是美元贬值 那么就说你的外汇储备 有三分之一面临严重缩水的这个情况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中国方面出来 要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 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这个如果说 美元这个美国这个主权债务违约 一定美元一定会严重贬值 那么这个贬值除了对中国这个外汇市场的 这个外汇储备 造成严重缩水的一个 很严峻的事实以外 同时美元是很多国家的储备货币 还有一个美元是很多国际商品的标价产品 比如说石油那么石油价格会出现迅速上升的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对中国和其他的债权国包括中国日本都会反生非常非常大的负面的在国际贸易这个平衡上的影响 那么石油这个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国是现在是能源 世界上能源消耗的最大国家 那么这个石油价格上升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这个国际这个金商项目出现一个非常负面的另外一个影响 同时我觉得还是不能忽略就是他对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 那么如果说美这个出现这种违约 那么利率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treasurer这个美国这个债券的这个 它是很多很多金融产品的那个benchmarking用的 就是以它为基础的一个标价 那么其他都会跟着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波动 所以这个对中国这个这个影响一定是从各个方面从外汇储备 从这个国际商品的价格以及金融市场的动荡 对中国经济的和在全国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另外您说到这个就做一个在全国哈 就是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一定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从各种报道来说 中国和美国在还是在谈这些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不能过高的估计这种影响 因为它真正最大的影响力是美国自身的经济 这个利益还有这个两党现在看的政治这方面 政治角力这方面的这种影响 但是我想再从再再说一下 就是中国是最大的这个外国的这个债权国 但是真正购买这个财政的这个债券 或者国债美国国债实际是它是内部的 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 它大概有16.7万亿的这个美国债务 最大的持有者是它自己的一个 Social Security Fund是社会保险基金 第二大持有它还也是国内的是它的美联储 所以中国从外国的这个债权国持有者是 是那个是是是是是最大的 它大概是占它整个美国债务的11% 前面两个是持有者 所以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恐怕最大影响还是来自于美国本土之类 对刚刚张班尼博士谈到了详细的 在经济上的分析这个角度 那我们下面请王建伟教授您来谈一下 如果从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影响上 那您觉得会是怎么样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短期内挡浪是使得美国在全世界面前 那个这个看上去不大好看了 那么因为因为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了 如果是你国内的问题不能解决 那你到国外去讲话当然就讲不响 那么东南海洋这些国家呢 这是已经有很多抱怨了 就说这个美国你好像这个 虽然说你是重视亚太啊 你要重返亚太 那么真的碰到事情这么大的会 你也不来参加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国内的这个党争 那么当然也有些人认为就说 实际上那虽然他是亚太对美国来说是重要 但是呢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那么重要 你说奥巴马说就是没有这个钱去开会吗 好像也不是 美国政府也没有窘迫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美国之音还在运转 所以呢他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那么我想的奥巴马的算计呢 可能是他是这么认为 他就可能说这个现在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在国内要让这个共和党要浪布 那么这个外交上会会有点影响 但是呢这个影响可能就是等这个危机过去以后呢 还是可以这个弥补的 还可以挽回的 所以呢所以呢我想他决定不去开会呢 实际上也就是要把那个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受到损失这个责任呢 推到这个共和党头上 你看你你不跟我妥协 这个政府关门了 现在我什么事也做不成 对美国利益不利 所以我想的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当然了这个也给这个亚太迪去其他这个大国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些机会了 那么你看这次东亚峰会中国的领导人当然就很活跃了 习近平非常活跃 那么普京也非常活跃 那么其他领导人大家 当然这个看着这个峰会呢 好像这个也没有受太多的这个影响 当然美国国务卿克里还在那边参加 也会见了很多的领导人 所以呢如果说这次这个峰会 这个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大家好像没有美国好像出的也挺好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又给大家一个信号说 这个美国不在我们也可以照样这个做我们的事情 好 我们差不多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请乔治梅森大学的万明博士来谈一下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刚才建伟博士的观点 他那个这个欧巴马总统不能去这个亚洲 一方面呢 当然是很明显是国内政治优先 是一般国家呢 稍微大点国家也都是国内政治高于外交 另外一方面呢 他操作上确实有困难 因为美国总统出发 就有点像一个小国政府 大千亿一样 他需要很多的支持 那他现在那个联邦政府很多人是不能工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很困难 那么我想呢 这个在短期内一定对他这个外交有些负面影响 从长期看呢 我想呢 也有可能有些负面影响 就因为大家会担心呢 美国这个出现这个政府运作出现这个不转的情况呢 有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好 我们非常感谢王建伟 张曼丽和万明三位博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中国留学生海外犯罪日益增多的话题 不要离开